如果妳有一筆錢妳會想要買什麼 我...我要買一串 蛤? 我都要買... 買一下整個春天 我要買一下整個春天 你要買一下整個春天 簡直買春喔 買什麼 玩遊戲世界 買玩遊戲世界 夠嗎? 可以啊 那就可以啊 你要買一下自由就對了 你要玩遊戲世界 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要買什麼 一時間想不到 想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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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問了之後就想不到 買一間店面啊 一間店面 對啊 你想開店嗎? 對啊 你想開什麼店? 居酒屋 居酒屋 蠢的嗎? 當然是蠢的啊 不然欸 好怪每個人呢 對於擁有一筆錢之後 想要買的東西 跟想要做的事情都不一樣 那以我現在來講 我們家是還沒有音響的狀態 我是蠻想有一台音響擺在客廳的 那剛好呢 今年8月18到8月11號 有舉辦PAA國際音響大展 這次的音響大展啊 除了有台灣自創品牌製造商參加之外 也有世界各地的品牌跟廠商參加喔 我打算去這個音樂大展 去挑選適合自己的音響 然後我調查一下 發現他們這一次除了這個音響大展之外啊 為了讓大家更了解音樂展是做什麼的 今年他們還規劃了快閃概念店 算是一個小型的音樂展 所以今天呢 就讓我們一起到快閃店去看看吧 出發! 然後呢 這次我還有跟音響協會的人聯絡 今天呢 會有一個國寶級的真空管大師來接受訪問 他也是我們音響協會的理事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 好 各位我們現在到圓山的花博公園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有TAA國際影響大展的快閃店 在圓山花博這一邊 那我現在已經到現場了 這就是他們的快閃概念店 你看各位 他們就在8月18到8月21會在圓山大飯店 舉辦第32屆的TAA國際影響大展 然後所以他們這次會辦在花博這邊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圓山飯店就在附近了 所以這次就在這附近辦一個快閃店 做暖場 好 那我們趕快去看一下吧 我們今天故意挑平日的白天過來 所以比較沒有人 哈囉 你好 好各位 現在呢我已經在快閃店的裡面了 這次特地來快閃店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我特別邀請了國寶級的真空管大師 來幫忙大家解決一些音響的問題 那我們就來歡迎國寶級的真空管大師 張真人大師 歡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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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年打算去參加圓山飯店辦的音響大展 所以今天特別拜訪大師來問一些問題這樣 輕鬆的一些問答方式來 請教一些問題這樣 來參加這次音響展的觀眾 都可以憑票券獲得一張CD 那可以問一下這張CD 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只要你來參觀我們的音響展 我們呢會把示範性的錄音的曲目 贈送給小會者 那你拿回家之後就會聽到 喔 原來真正大師所演奏的鋼琴是 但那麼的優美 那麼的好聽 這個CD片主要是以弦樂器 都有 人聲唱歌嘛 還有弦樂器 還有打擊敲擊樂器 還有交響樂 甚至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音效 喔 原來高音可以這麼優良 這麼美妙 低頻那麼低沉 那麼有張力衝擊性 精選的 這個錄音特別好 能夠聽出很多微妙的細節變化 那我今年去也可以拿到就對了 當然可以 那我今天幫觀眾爭取一些福利 在騙尾的時候送大家幾張票這樣子 沒問題 那我就騙尾的時候跟大家講 怎麼後取這些票券 那第二題想問一下 這兩年的疫情啊 是否造成音樂和音響產業的衝擊 有沒有開創出一些新的商機 其實是有的 可是呢 我們往往在講 危機就是專機 音樂時代在改變 以前我一定要去實體店面 買一張CD片回家 可是你現在可以什麼 透過網路去購買軟體回來 對不對 就不用自己親自出門啊 現在很多歌手都會出成數位專輯 基本上全部都是數位專輯 這時代改變了 我覺得今年這個音響展我覺得很不錯 音響展就可以一口氣讓你去聽到 所有各大品牌的音響 如果聽說裡面有一些是 可能要破千萬的音響 對 買個門票進來看展覽 第一個 可以拿到一張CD片 那張CD片就只是那張門票錢 店長你看 多少億的音響 隨便你聽 而且不用客氣 你也不用怕說 我進去沒有買 會被人家翻白眼 不會你就安心的聽 不是很好嗎 那今年還有更好的 跟延山飯店談好了 它有東密道跟西密道 那西密道呢 是有開放給大家買票去參觀 東密道是完全不開放的 只有他們的住宿的旅客 他的VIP等級才可以去參觀 所以我們今年喔 如果你來看展覽 還有機會抽獎 抽到東密道的參觀獎 我們今年有辦音樂會 我們邀請真的是音樂家高手 到現場來演奏 如果你買的這一張可以平門票 我們可以來寫一張音樂會 我們8月6號已經辦一場了 12號我們還有一場 12號是不是 如果你要聽音樂會 你現在透過網路趕快去買票 現在如果網路預購這個票 就可以免費來聽音樂會 音樂會是辦在台北嗎 在延山飯店的10號 有個音樂店 這一次的門票是多少錢 網路買才200 請問你那張CD片你200塊 買得到那麼好的CD片嗎 買不到啊 還有一場音樂會可以聽 還可以那麼多高級 想讓你欣賞 像年輕人在聽流行音樂啊 還有古典音樂 用什麼音響有什麼差別 進場音樂是有的階段 首先當然是聽流行音樂 進階上 就聽一些比較通俗型的領座音樂 再也就會聽交響樂 然後最後呢才會聽什麼 室內樂 因為他的樂器很單調嘛 那你要是沒有到那個欣賞的結婚 我們也不是喜歡樂系的 這個聽音樂也是 沒有絕對的好壞 所以就是要聽流行音樂 跟古典音樂其實 音響沒有差別啊 沒有差別 買自己喜歡的就好 對 你只要買到好的音響 解析度更好 真實性更高 普通的音響是你聽了 就聽到有人在唱歌 可是真正好的音響 你會聽到 這個人就好像現場 站在那裡唱歌 第四個是想問一下 真空管是什麼東西 顧名思義嘛 什麼叫真空管 就是抽真空 那為什麼要抽真空呢 因為你這個 你一個金屬把它加熱以後 它的自由電池會跑出來 會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如果你架上一個電壓 電流就會流動 然後你就利用它來控制 就用水龍頭 我用一個水龍頭 手輕輕的轉 它就會造成它水龍變大小 差很多 就變成一個放大水龍 欸 這個就是真空管的工作原因 就是這樣來的 第一 它因為加了很高的電壓在上面 真空管聽起來 雨運特別優雅 特別月的感覺 這個叫 雨運到涼三日的感覺 就是真空管的測試 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希望消費者 在買的時候 最好挑選什麼 當年歐美國家製造的真空 因為當年這些歐美國家 最早就是它們才開發出來的 所以它的技術的成熟度最好 那後來呢 因為它們就變電晶體的時代 所以真空管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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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上了 不過真空管基本上來講 把一個CD來的信號很弱 微弱的信號 利用它先放大 放大完之後 再把它送到這個 這個叫功率管 因為它的電流很大 推得動喇叭的影圈 喇叭裡面是靠音圈在這裡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請問一般小家庭怎麼選擇音響 首先 你準備多少計算要來買音響 第一個要考慮 是什麼呢 你的空間大小 要音效好聽 還有呢 視覺的感受 你總不能一個很大的大客廳 擺兩個小小的小喇叭 比例很對嘛 如果說你是大客廳 那你要選擇 要選擇大一點的喇叭 如果你是小空間 你就選擇小的喇叭 第三點 才看說 你個人欣賞音樂的要求 我們市場會建議消費者 最重要的是什麼 Best Buy 怎麼要花最少錢 買到最滿意的影響 譬如說家庭紀念 它是不是有環繞 那你來看影片的時候 哇前面在爆炸 後面在開槍 對不對 是不是很清楚 很過癮 可是喔 等你把它關掉 純粹放音樂 你會覺得奇怪 這個鄧立青唱歌的歌聲 怎麼這樣怪怪的 不太一樣耶 那原因出在哪裡 是我們人的眼睛跟耳朵 看東西的理解 比例不同 眼睛看在那個電視畫面上 就會占到百分之七八十 你眼睛看的畫面就覺得 因為我好精彩 看你自己需求是什麼 如果只是想要家庭巨圓 就買環繞就可以了 對對對 如果你是喜歡 閉著眼睛享受音樂 就要PYF挑 對你一定要挑 立體聲高級音樂 TA國際影響大展 第32屆 對 那我們活動就是在 8月18號 8月18號 早上10點開始到6點 到下午6點 對 整一下音響展的資訊 我們音響展的 這次的售票是200塊 是 然後200塊如果你網路預購的話 8月12號會有一個音樂會 是免費讓大家過去聽的 對 參加這次國際展的話 也會送一張CD當作禮物這樣 對 參觀的人買那張門票 那張門票幾乎等於不要錢 那些贈品啊 那些CD片 其實你自己去買 都比那個還貴 這個在我們業界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搶著要 你看那張CD片很搶 什麼不是沒有人要的 可能是200塊的好幾杯 你看展覽都不要錢 還打算錢 OK 那就這樣子了 感謝感謝 謝謝曾仁大師 謝謝 各位我們剛剛採訪完這個張大師 現在準備要回台中了 這次就是特地上來看一下 音響展的快閃電 然後採訪一下張大師 這次呢他們有提供5張票給我們 然後呢只要在YouTube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就隨機抽出5位送你 今年音響展的門票 好 那就這樣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大家今年有空的話 記得一起來看音響展喔